六大 這一節又回來了 上一節講到中共的七大 其實在同一年 同一個時間 差不多隔了一個月 五月就開始 國民黨又召開全國代表大會 這是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所以歷史上稱為六全 這個全國代表大會 就在重慶召開 亦是為未來作出一些規劃 有什麼規劃呢? 其實國民黨的組織 所謂的黨代表 在地區選擇了黨代表 例如院、黨代表 黨的代表去開全國代表大會 是黨的代表搞清楚 但黨的代表的功能很多 包括通過憲章、修訂、決議 也要政府去 所謂的從政人士 包括張宗正 帶給官員去接立 然後把黨通過的事 放在政府裏做 當時所謂的黨 基本上整個政府 即是國民政府 都是國民黨的人 是一個黨國體制 當時所謂的 所以六個代表 當時也談到的問題 包括通過 要決定召開全國國民大會 然後談談什麼時候要召開 包括召開之後 然後再去選舉國家的職位人士 以及通過一些事情 國民黨內部通過的事情 在黨內就叫黨員執行 不是跟國家無關 這是我們今天看的 但當時的時代 當時的時代 是黨國一體 黨國一體 其實以台灣來說 嚴格說 在八五年之前 都是黨國一體 當時也通過幾個憲章 包括決定國民大會 即時休閑 也通過了所謂的地方自治 沒錯 這是很重要的 是啊 當時來講 希望在十一月十二日 即是1945年十一月十二日 召開國民大會 並且在國民大會裡 其實也做了很多事情 他們計劃在十一月十二日 一個國民大會裡面 通過這個憲法 所謂的制憲會議 並且是選總統的 但在歷史上告訴他們 當然在1945年十一月十二日 即是召開國民大會 即是很具爭議性 是 而另一方面 我們在六全裡面 如果見到 是有一點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六全的會議裡面 是決定了 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 就不叫總理 就叫總裁 所以現在我們見到 在國民黨的歷史也好 或者在台灣的民憲也好 都稱呼蔡宗正為國民黨的總裁 蔡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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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的國民黨也要談一件事 對中共的怎樣態度 也是通過了對中共問題的決議 對中國共產黨 我們簡單來說 中國共產黨怎麼看呢 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 簡單來說就是 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 是怎樣對待 這個很重要 究竟是平等對待 上下之分 還是融在當中呢 這個當時就 在黨的立場來說 似乎人家 中國共產黨 某個程度上似乎對等 當然 政府立場當時也提到 八路軍的體制 軍事體制 就是軍事委員會之下 當時提到 經常不聽 軍事委員會的決議 就是八路軍 他又自己打 他又自己佔 第二 他又佔領自己的統治 完全是不理會的 所以 他當時也通過一件事 在政府某個程度上 八路軍就融在軍事委員會之下 究竟 當時說的 國民黨的從政人士 即所謂的 本黨同治 國民黨同治 對於共產黨 中共問題的工作方針 當然決議 我都定了 你怎樣對待共產黨 即你是國民黨的人 但你政府位置 你對共產黨如何處理 當時也定了這些決議案 那定案是怎樣的 那定案是怎樣的 當然也提到一點 提到的是平等對待 不過最後在結論上 蔣總裁 其實也 最後一個報告 就是 提到他們一直 維抗中央 維抗中央 這個定案也很重要 而且在國民黨六大之後 因為六大其實有很多 軍事代表 軍隊裡面有很多黨代表 最後黨的結束之後 蔣總裁會見軍事 軍民黨代表 你都談到 你都很清晰地說 給黨的同治說 軍事同治 最後共產黨難免一戰 當時其實有一個定 有一個定的位置 有一個定的位置 能夠談就談 談不到就要拼拼 再來一句話 如果跟共產黨開戰 究竟多久可以將共產黨殲滅 當時提到這個問題 拋了出來 其實同時間也有過一些考慮 譬如說 我們可不可以在議會 或者在國大代表 讓一部分 一個比例的議席出來 就給共產黨拿 然後就希望透過現有的一個體制 當然希望自己保持多數 然後他就有一個不關鍵的小數 這樣就可以將這個共產黨的問題解決 但當然就是說 剛才我們有提及過 首先記得利益者 我為何突然要讓一批議席出來 拱手給共產黨人 其實誰讓呢 誰讓呢 國民黨退 還是共產黨退 這個就是爭執 所以在當時 談到議席反而很容易 讓一些位置給你 讓一些位置出來 然後融入建制 我所謂的建制 然後軍隊國家化 其實當時聽到軍隊要國家化 也是美國人的意思 美國人說 你不如軍隊國家化 這麼多軍隊 這樣就要裁兵 怎樣 如果他不聽怎麼辦呢 因為在國民黨六大的時候 也提到 中國共產黨八路軍 是不聽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命令 所以他簡單的就是 定性為補裝國具軍閥 當時是定性為補裝國具軍閥 所以在這個情況 也拋了一個問題出來 如果 國軍最後要跟共產黨 即白洛軍一戰 究竟 怎樣打 多久可以殲滅他 有兩個衰弓就是衰弓 這是抵鬧 當時提到很搞笑 第一個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一個 他提到 一個 就是 你忘記了 何應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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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應堪的衰弓 半年 是退港的 半年是先撐共產黨 所以後來你看到 為什麼國民黨一開始 一開始一出手 是全點進攻的 沒錯 總之有共產黨 我們就要出兵打 兩個都半年了 但他也叫保守 你覺得更厲害 兩個月 一個說兩個月 兩個月這麼開心 是不是 所以 我想這個是小小 所以 後來歷史上都告訴我們 蔣忠正會不會被人 蒙蔽了呢 當時在陸傳來說 就已經定了一個方針 就是如果共產黨不談 就砌 共產黨就說 不如又談又砌 國民黨就說 不談就砌 對嗎 他也要跟他們談 他談完就砌 其實兩個方向都一樣 大家都是 要談就談 大家可能 說話是不是 美國人逼你去談 可能大家都想做唱給美國人聽 是 共產黨 1944年 11月 他見過美國總統特使 例如說 聯合政權 加力軍事 這是很正常的 他的意思是 都要復應你中央 不如我們也要加入你 好了 國民黨六大也跟他談 都要和談 似乎大家都做給美國人看 所以最後就是 所謂的重慶 匯義商就業定 結果都是比較激烈的主張 在這個制度之下 才成為了大家的策略 始終你談不行 大家要不讓議席好 大家談不行 不如算了 還是準備打好了 沒錯 結果就是 看到有一個很悲哀 一個中國的局面就是 何以去決定 大家去整合 打不打仗 是要暗瓦底去談 還要去分贓 去切一塊出來 其實你說用現代的眼光去看 其實如果有一個體制 是由人民決定的話 其實是有一些事情 我們可以避免 即是你說今時今日 如果還是用一種密室談判 暗瓦底談判的一種策略 而是沒有人民參與在裡面 其實從歷史看來的結果 是可以很嚴重的 確實可以嚴重 而且最重要的是 當時的人的思維 就是國民黨最後是共產黨 是因為軍閥 簡單 沒有裝過他軍閥 那麼共產黨 就是國民黨 就是壓罪人民上的大山 對 這個嚴格說 大家互相定性 已經無法談判 沒有什麼談判基礎 那種眼光注定在他們之後 一種宿命 很悲哀 國民黨當年 現在就是因為 他可以堪掉很多軍閥 所以今天用軍閥來看 可以堪掉多久 何興說半年了 最保守的 半年 八年都打過 為什麼打多半年 這個真的很大影響 而且真的有數據支持 因為當時 以戰力的比例來看 他打算遠征軍一個軍人 可以打倒24個共產黨 是一比二十四的戰力 而事後 後來在東北打了一場 真的證實了這一點 新六軍可以真的一個打二十四個 結果搞到共產黨 打新六軍、新一軍的時候 就要二十五個打一個 才能打到新六軍、新六軍 即是去到這樣的地步 即連共產黨自己 即國民黨自己 即蔣介石自己 都給當時的這個計算 這個數字 可以去蒙蔽了 其實當 到最後 即你說 共產黨是否馬喉魄炮 我們歷史看起來 其實原來人民在中間真的有敵人 其實也說回 中共七大 朱德做軍事報告 他提到 我們可以放棄遊擊戰爭 以及正規戰 當然朱德是正規戰 所以為什麼後期在軍事指導上 最後朱德退居 由毛澤東指導 毛澤東很清楚 第一 抗戰打了遊擊戰 打國內戰 是打運動戰 不是正規戰 其實共產黨 所以我們在說 1945到1949 整個國內戰 由途到尾都是運動戰 從來不和你打什麼 正規戰 因為你覺得 大家陳兵 兵對兵 這不是共產黨的 熟習的做法 他們覺得 什麼是運動戰 就是九個 例如你有二十個人 我只有九個人 那我就不會九個對你二十個 我一定是九個 約你一個 最多是約你二十次 就打你二十次 就打了你 消滅有生力量為主 沒錯 還有他看透的一件事 就是打內戰和打抗者 很重要的不同 就是說 你打抗戰的時候 就算你做些事情 派餅多不均勻 你想想 當初國民黨的軍隊 都叫做忍了蔣介石七、八年 七年八年 但是在內戰的時候是不忍的 一不妥 一被共產黨俘虜 不打蔣家 打毛家 結果就走去對面 結果出現了很多人 中間被人俘虜了很多次 什麼軍 因為內戰的思維很不同 自己人和自己人的時候 更多是一個論述 你是為一個未來的中國 是點而去爭 就不是純粹一場民族存亡的較量 沒錯 所以毛澤東看透的一件事 就是政治論述 一個政治的戰線 是看得重於軍事的戰線 而相反當時蔣介石 和他身邊的軍人 就是著眼了軍事為主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毛澤東當時來講 是主張所謂人民戰爭 怎樣可以團結到一群人 去幫你拼命打江山呢 必定有一個很吸引的 精神的力量 是一個很整體 很有系統的一個政治論述 才能夠令到這麼多人 復應於這個理想之下 去拼命 所以在七大的時候 這一步已經做得很足 是先聲奪人 反而在看國民黨陸傳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 現在看起來 不是很夠別人那麼響 對 而且在陸傳裡面 看到有很多地方 都好像在分餅仔 都是在照顧不同的利益 因為在國民政府裡面 在抗日來講 已經有很多利益 已經不均勻了 將來建立一個新中國的時候 互相之間的利益 如何調配呢 這個呢 就需要作部署的 我們在陸傳裡面的 第一次中傳會 就可以看到25個委員裡面 其實餅仔的成份 是十分之濃烈的 所以看到 國民黨在當時來講 就是掛著分餅仔 就靠軍事的力量 但是反觀共產黨 就開始在政治的論述方面 做很多功夫 如果我們看回 國民黨在陸傳通過的 通過的議案多 但是共產黨 就是寫文章寫得多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政治的論述 去號召人民 其實後來看回 現在有人找回 1945年當時劉少奇 去發表的很多文章 你試試想想一下 你真是以為是 今天的民主派社 是的 沒錯 我們要一人一票 選領導人 我們結束一黨專政 是的 我們不要國民大會 對 你想想那個年代 是用繁體詞寫的 你是真的分不到 是不是真的 是今天的民主派社 還是當日共產黨社 你是分不到的 所以其實 今天的民主派說的那些事情 全部1945年 有時劉少奇說過 是的 一人一票 選總統 是一樣的 沒錯 我們今天一人票選總統 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共產黨到時候 結束一黨專政 所以看到其實 大原則 大家都是認同 都知道怎麼去的 但是呢 一掌權之後 那個想法就不一樣了 是的 就是屁股決定老大 真的是這件事 張漢子出政權嘛 是的 江先生是我打的 怎麼搞錯 跟你一人票去分 不是 所以去到 八九六四事件 是的 所以其實 我看到就是說 如果 未來的發展 要是避免 軍事的衝突 或者用現在的術語 避免這個 暴力 就必定是 要容許每個人都有表達的自由 也是 令到每個人都有平等的參與 是的 少數是服從多數 但是多數要尊重少數 是的 沒錯 即是不能夠利用一些體制 就是一個 一個財團 可以控制 有大部分的票 然後推舉一些 他心目中的領袖出來 這個時代 現在相對來說 所謂的 強人政治 應該是 需要改變一下 是的 所以國民黨開完六大之後 1945年最後 就召開一個全國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 當時很尊重 很多派系 各個在這裏 很多代表 嘩 吵吵吵吵吵 吵到不得了 嘩吵到天翻地覆 不過當日 有一個好處 在今天的文天看到 當時 那個會議主席 從來沒有管人出場 沒有抬人出場 今天立法會 經常都抬人出場 是的 現在的新大樓是大了 即是比舊大樓更大 即是說 譬如要扔東西 現在立法會 立法會 扔中 硬計要很好 又有手力 是的 當年1945年的國民大會 說扔得更厲害 但是當時 從來沒有抬人出場 這個真的沒有 所以我們看回 古人 1945年我們應該要作古 老實說 1945年那個人 當時主持會議 或者參與會議 還站在你面前 我想他們都很長命 對 我想你去老人院 才能探討一些 對 但是他們都很尊重 不同意見人士 對 我想其實那套議事規則 由西方繼承 那套議事規則 當時的人真的 抱著一個學習心態 跟得很足 跟得很足 而今天很多人 其實不太知道 這套規則是甚麼 然後就拿了一套 平時用的一些價值觀 來決定 究竟敢不敢說 這個人出場 其實變成很大的問題 其實當初那些議事規則 下來 為何我們要容許議員 在議會裏面說話 可以免一些法律的責任 其實這些是有根有據的 沒錯 你如果不讀過這些議會制度的懸甲 根本沒有資格去說這些是暴力 不理性 其實就是一切要跟議會制度的懸甲發展 你也說到 今天我們看回台灣 對聯絡的集 對 議員 即是立法委員 基本上 非言言犯不得逮捕 對 你除非看著當面 就是打人 是 用刀 捅人 否則他就不得逮捕 轉彎 你也不會拘捕 令到他就可以不受強權 或者不受現有的政府的威嚇 而可以在議會暢訴欲言 即是可以行使市民選舉出來的權利 即是不會的 現在今天立法會 分分鐘 議員都不敢亂說話 說了兩句 主席一個看你不順眼 管走出去 抬走出去 抬出去 怎麼辦 六七個大汗 日後的議員 超越了慎言 如是者這樣演進下去 大家都很想像到後果 最後98%舉手 就是他們所謂政府眼中理想的議會 那人民的角色在哪裡 即是裝飾 所以1945年的國民會議 雖然是吵吵吵吵吵吵吵 但最後都訂了一個憲法出來 是 如果從歷史去看 定於一尊 或者是以一個全面都是 傾向一面倒意見的一些議會 基本上是不會得到人民的接受 於是人民就會用另一個方式去表達自己 這個表達自己 在歷史告訴他 就是1945年 人民的表達就是 投向共產黨 是 支持共產黨去推翻當時的政權 這個也是歷史很好的借鑑 香港作為一個中國大地的重要城市 是 當時來說 很喜歡典範 革命思想法原地 是 是的 其實有一位很資深的一個政治人物 葉國華先生 其實他也提過 就是 香港一定要成為中國在政治上的一些 就是無法 或者是一些試點 然後呢 去令到中國的發展是更加好的 那如果香港自己都 就是所謂自律 自己都是沒有了一個特色的話 基本上呢 香港在中國大地上 那個的 聲光 那個閃耀的程度 就會慢慢慢慢退息 其實我們很不希望出現的事情 就是我們剛才回顧一下 國民黨陸傳的一些歷史典故 我們今天的議會 如果又是走一條慢慢衰落的道路 故步自封 獻決自信 慢慢反而自己做一些事情 去毀壞在自己的制度 毀壞在自己人民面前的公信力的時候 結果是很容易看得到的 是啊 因為如果看陸傳 在陸傳裡面 他怎樣選擇總裁 就是大家一致 拍手 站高拍手 鼓掌 於是通過了 當時蔣介石 就為國民黨總裁 後來 這個制度維繫到1985年 是啊 沒錯 很厲害 所以台灣在選總統的時候 蔣介石 歷屆總統 蔣介石 其實也是 舉手 拍掌 通過 是 所以 戰利登輝一人一票選總統 所以 在當時 在大陸的國民政府 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令到制度僵化 沒有人會為政權 或者社會 去講一些良心話 因為一講良心話 你做一些 違反當權者的利益的時候 就會受到很無情的迫害 這個其實是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 就是說 不能夠維持得很長時間 所以 香港作為一個 就是 重要的一個 就是中國大地裡 比較重要的城市 其實要保持 這方面的特色 既有雜音 又有不同意見 亦都在不同意見裡面 是維繫得到 一個 和平發展的道路 是的 這是中共七大所說的 要一人一票的 就是要民主選舉 這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 你說 當年而已 當年 1945年 中國共產黨 寫了憲章 真的要一人一票的 甚至 鄧小平在1982年的時候 都曾經說過 開會要有不同聲音 有不同聲音才叫開會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說的 所以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說 在議會裡面 其實是 有不同聲音 是很重要的 對 對 甚至乎 再看回 當年國民黨 曾經企圖 試過由國民大會 由議會那裡 去解決這個意見的問題 去採取一個 分餅仔的方法 是 其實就算到今時今日 在國內都有聲音 是說希望透過政協這個制度 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當然 其實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真真正正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你怎樣去選舉 一些代表性 去進入這個議會 真正為人發聲 然後那群人 他表達意見的權利 是受到這個議會制度 受到這個法律憲法的保護 就是民主選舉 又是七大中國共產黨提出的 對 所以在中國的現代史去看 其實那個選舉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你透過選舉 是讓人民去表達不同的聲音 然後呢 才可以令到社會是更加好的 如果這個選舉是傾向一面的 那時候呢 不能夠反映出這個 是人民的聲音的話 到最後呢 人民對於選舉失去信心的話 就會採用另一套制度 或者另一個手段 去表達自己的聲音 是你猜不到的 是你 你不可以說是暴力不暴力 這個真的沒有人說得到 人為了爭取權力去自保的時候 你是想不到有什麼事件發生 其實當然啦 就是剛才說的 看回這些故事 真的覺得 其實我們一個很終極追求的目標 是這一代中國人 真的不可以忘記 要去追求一個民主的制度 你發覺你最後人民就算倒向邊邊 如果沒有一個民主制度的時候 你發覺你是保護不到自己革命的成果 是沒錯 不單止是性命財產 就算你辛苦苦 好吧 我把我的身家性命壓到共產黨 最後他幫我推翻了舊的封建政權 但是 結果是怎樣呢 你如果真的沒有一個民主制度的時候 去保護的時候 今天你發覺 坐上去那個又變了適日的 那個舊有腐敗的政權 沒錯 所以其實都挺諷刺的 就是1949年的時候 最流行的一首歌叫 《只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這首當時很流行的歌 最近中共也開了一個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產黨 中全會 中全會 那是中全會 十八大出典 也在慶祝大會 當時在慶祝大會 他唱的那首歌是 《打江山》 《坐天下》 《坐天下》 就是那個慶祝大會裡面 唱來唱也有這首歌 然後聽到 《打江山》 《坐天下》 《打江山》 《江山》我打回來的 所以一定要坐天下 完全忘記了 當年對老祖宗說 《民主選舉》 所以今天也好 無論在中國還是香港 爭取民主的過程 無論成敗是怎樣也好 千萬不要忘記 終極目標 其實是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制度 我覺得無論贏 沒什麼值得去叫我輸 其實有更加重要的路 在前面叫他走 所以叫做 聖不嬌 敗不履 尤其是年輕的一代 你有時間去追求 這樣就不要放棄 還有更高尚的理想 其實一直等待 我們前面的人沒有做過 其實我們一定要去做 我們今集就講到這裡為止 下一集再跟大家聊一下 中國歷史的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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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